謝謝主席 沒有委員到 各位官員大家好 各位委員好 那個主席我想請央行的總裁 還有那個中央自閉廠的廠長 還有中央印製廠的總經理 兩位 總裁你好 你去忙你的 你好忙齁 總裁你好 總裁要請教你齁 你對於美國啊 QE4的話 他的看法 他的經濟看法 你如何的一個看待 美國 他現在已經進入了QE3 美國採用QE4的原因就是說 他的利率已經接近零了 利率沒辦法再 再下去 不能負的嘛 然後 失業率又偏高 經濟成長率又低 所以他就採取一些 非傳統性的方法 印鈔票 買長期債券的方法 把長期債券的利率拉高 讓採取債券的利率下來 希望 因為房屋貸款 是定制長期債券的利率 希望能夠進行 他的房屋的市場 不過他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銀行在目前情況之下 銀行換款是比以前更嚴格 是這樣的作為 所以他的效果會被打折扣 因為銀行不像以前這樣隨便換款 銀行更省慎 好 那總裁我再請教你 前兩天 那個就是說 那個中國信託的 那個董事長 中信集團的董事長 顧老顧重 顧連松 就往生過世了 那你 他 你對於他的這個 共華 這個人的評價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他有沒有在我們金融界 的一個一個建樹 你對他的看法咧 他對我們國家 拓展金融外交 貢獻相當的多 我相當的了解 當我們 退出IMF 退出聯合國之後 那麼在國際貨幣的年會裡面 我們就沒有舞台了 那麼他會在 國際貨幣街 在那個地方 舉辦年會的時候 他會舉辦派對 派對的時候 會把各個 各個國家的金融 這個首長 找他去開會 所以在 替我們國家 拓展國民外交 他是頗有貢獻 那總裁 你就是說 這個顧老顧連松 你對他對台灣 在這個我們的金融界 的一個看法 就是表示尊重 是吧 是 他有貢獻 對我們國家拓展 國民外交 有很大的貢獻 嗯 在做過無堅死 無堅守大使 對 以前大家都有稱呼 他是一個 我們 講 不是說 因為他一個人 已經往生的話 他說真的 在我們台灣 建樹很多 甚至可以比喻是說 一個地下的 一個 一個什麼什麼什麼的 齁 那當然他的 風號也太多 說真的 這個人 在我們台灣的金融界 建樹是相當多 對國家做了很多事情 那總裁你是尊重他 好 謝謝你 總裁我在請教你 維持一個通膨的穩定 怎麼樣 一向我們央行的話 都是說 我們通膨一向是維持 對不對 是 這個是你們既定要的作業 對不對 是 那你 我們都看得出來 既然我們 台灣 也是我們央行的 質傲的地方 然後是說 因為我們都沒有讓他通膨 這一點 當然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 重裁 我在請教你 如果是說 這樣的通膨 這樣就是維持 我剛剛看了 我剛剛看了這個報告書裡面 我們的通膨 這邊是 在前九是 三點 還是五點 三點 這本是你的報告書 但是你有沒有 如果是說通膨 照顧到 那我們的經濟成長力又如何呢 跟委員報告呢 穩定的物價 有助於經濟的成長 嗯 在物價穩定的情況之下 有助於經濟的成長 但是我們的經濟成長力 有成長嗎 總裁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通膨已經照顧了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 有照顧到嗎 跟委員報告呢 事實上在過去 四五年來 在亞洲數條龍裡面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 是跟韓國是 相相 幾乎一致的 我們的請求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 你這本報告書 在前九是二點五嘛 代表不好趨緩 但是把 過期五年 因為你當然 你為了要一個 照顧通膨 但是你的經濟成長力 是持緩嘛 總裁我請教你齁 那這個看法是 我請教你 我們都說台灣的資金是充沛的 是不是 是 充沛吧 是 央行說我們的資金是充沛 是 但是既然是資金充沛 我們就要引導他去投資啊 是 對不對 對 是吧齁 但是 總裁我 我看到 主計處的這邊的一個報告 資料來源 11月23號的資料來源 我們的 我們 我們話說 一百零一百零一零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 是負成長二點九四喔 二點九九四喔 經濟成長成長力喔 但是我們民間消費是負二喔 我們政府的消費更扯喔 負一點五七喔 試問 我們的 政府投資 負四點八七喔 那我們的出口是負四點八喔 是一百零一百零一零喔 這個是我們 台灣政府的經濟 的作為 是這樣 長這樣喔 齁仲裁 那到底是如何咧 你 既然這個數據都出來都會講話了 那就很奇怪啊 給委員報告呢 事實上台灣經濟今天成立比較低的原因 實際上是因為出口佔我們GDP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 那麼 我們今年我們的出口呢 是一個負成長 那負成長的原因就是說 對美國跟大陸跟歐洲 對美國呢 事實上把HTC扣掉的話 還有正成長 那HTC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好 總裁我再請教你 過去一百零一百零的過去是 我們來談未來的展望 一百零二零好不好 那一百零二零 我也是經過主計處這邊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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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話 為什麼 當然這個是主計處的事情 然後我只是跟你探討一下總裁 為什麼主計處對民間投資有這麼大的信心 他既然 估了民間投資是六點八六 你清楚我意思嗎 他對民間的投資這麼信心 但是試問他對政府的投資 負八 就是一百零一年一百零二是一估啦 是 才正向一滴零二點八 那我們的出口 也就正向 以前是負的喔 那試問如果是說 你如果是說政府對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這個這麼棒 那問題連民間投資這麼多 政府的投資這麼少 換句話說 昨天有一個一份報告是我們台灣四大會計師 就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四大投資 他說 雖然新加坡是已經開發中的國家 他還 他還有七點一六咧 那我們咧 總裁 這個邏輯應該不對了你知道嗎 總裁我們未來的展望 說我們的成長力 既然可以到六點八六 但是我們在 比如說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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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的超越亞洲新貿易型態 這個 他的他的報告中出來 未來的十年啊 台灣的成長力只有六點七一趴耶 那問題 新加坡是以開發中的國家 他還有七點一六喔 那到底是如何 總裁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這個這個報告是邏輯說真的不順耶 最近呢 有一個前輩呢 到新加坡去訪問 告訴我了 他那兩支船喔 在京加坡的成長力至少有 一條船只有一個 人家是以開發中的國家喔 總裁時間有限我再請教你齁 我們今天談貨幣清算機制啦 中銀的銀行行長說 跟台灣的貨幣清算機制 就是在連敵按照香港的模式 在農曆年前會有會處理好 那總裁 那你的看法 你的時間點你確認在哪 我知道你一定會跟我講 這個是經管會的事情 但是 央行你總裁 這不是經管會的事情 嗯 是中央議員 中央議員 那你的看法的立場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 他昨天下午五點半宣布之後 是 現在就要看看 大陸的人民議員 什麼時候跟中國議員 台北分郎 簽使這個協議 嗯 協議完了之後 他有一些後續的動作 那麼他昨天五點半之後 是 我們馬上把中銀台北的經理 請到中央議員來 跟他討論 嗯 希望以最快的速度 把他完成這個工作 他承諾 但是呢 就是必須要 先簽使那個協議 協議完了之後 他希望 不長一個月的時間 在台北 他的業務就可以開辦 好 一個月時間是吧 對 但是那個協議要簽完了 他一個月內 總裁你的認知是一個月嘛 是不是 就是協議簽完了 他一個月內 一個月就OK嘛 好 那總裁我就請教你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大家都猜到 貨幣青春機制的 一期的利益 有沒有一期的風險 他講什麼 有沒有考量當 預期的利益 有沒有預期的風險 可以給委員報告呢 這個當然呢 老百姓呢 就是說 他的資產的配置呢 可以多元化 嗯 對不對 可以多一種選擇啊 嗯 這當然是他的 他的危險會分散啊 這樣子齁 好 謝謝總裁 感謝 謝謝 我時間到了啥 主席 可以再給我一分鐘好嗎 謝謝主席 我要請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那個 造幣廠跟那個 印製廠 一個總經理 一個廠長 我請教你 一下 總裁請回 謝謝 謝謝 總裁請回 來 我想 台灣現在經濟是非常的困頓 台灣普遍 台灣的人民 說真的 是日子不好夠 但是我要請請教 自閉廠 跟映日廠 你們編的 當然是 有一些沒有法源的福利 你們積極的爛花 有劃力的要求 你們是消極的補助 重點問題點就是說 你們的薪資 你們的獎金 你們的福利會 為什麼會 都是倍數的成長 你們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報告委員 這個 我們的薪資 並沒有增長 我們的這個 福利費 通通都 你是哪個單位 我是印製廠 印製廠 好 印製廠的總經理 你說你的薪資沒有加 是 還有什麼勒 你說的福利 我時間是有限 那你既然沒有加 那個印製廠我請教你 一百年的結算 一百零一年的預算 一百零二年的預算 你的薪資 不是好我們放得到 七點四億七點八億七點七 我們都清楚 但是你的獎金 印製廠 你的獎金是三點二三億 結算囉 那你為什麼獎金 成長百分之五十七趴 甚至你一百零一年 你的預算 你的獎金成長48趴 你一百零二年的 你的獎金 跟福利費 成長五十一趴 你還說沒有 那這樣對嗎 然後 再來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製幣長的 你們也是喔 你一百零的獎金 你是九千七百四十五萬 但是你一百零二年 你又编了 你的結算 九千多 你的預算 八千多 那為什麼都超出 你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我想社會的觀感 因為我時間有限 如果你對於你的獎金 花旺 福利金 甚至連那個醫療會 都出來的話 你認為你說合理的話 麻煩你提個書面給我 因為我時間有限 好不好 好 謝謝 兩位就請提書面報告 好不好 感謝 謝謝 謝謝